就是打開您的心 打開您的心 就讓我們心中的佛陀 呈現出來 把愛 慈悲 平等 清淨的智慧 願各位常常打開生命電視台 打開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顧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歡愛眾生 永不停息 生命電視 接下來請收看 菩提系列 尊敬的各位法師慈悲 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慈悲 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來學習佛說 《史善夜道經》 佛陀教導我們 要祈求什麼呢 我們要祈求 覺悟 諸佛菩薩 念念當中 求覺悟 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們決定不求明文立雅 不求五欲六成的享受 生活過著最低的水平 我們才知道 這是人生最幸福 最究竟的生活 我們深入去觀察 我們才能看到 世間所有的一切 都是累贅 連這個身體 都是一個累贅 身外之物越多 我們的負擔就越重 我們的日子過得 會很辛苦 什麼都要放下 一心只求正絕 一生為別人 不為自己 這是最快樂的人 中國先賢講 助人為快樂之本 幫助別人是真正的快樂 貪圖一切的名利 五欲六成的享受 那是真正的痛苦 痛苦跟快樂 沒有一定的標準 什麼是真正的苦 什麼是真正的樂呢 懂的人不是很多 真正懂得 明白 才知道佛陀在經典上說的 离苦得樂 我們才能夠體會 雖然今天我們擁有物質 精神上的享受 形象上有 心理上不能有 形象上做什麼用的呢 是接引眾生的 如果我們學佛的人 每個人都像佛陀一樣 天天到外面脱波起食 一無所有 世間人 沒有一個敢學佛的 一看到學佛 可憐到這種樣子 天天上街討飯 所以為了接引眾生 我們要把自己包裝好 讓世界眾生 看到了深歡喜心 但是這個包裝 我們自己不能夠 被包裝給迷失了 那就完了 自己要覺悟 這個外表是給別人看的 絕對不是自受用 自己心地清靜 一無所有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我們才會如意 這叫做神主 《華言經》裡面 善才童子 就是教化眾生的好榜樣 特別是來接引 末法時代的眾生 從前的社會 世間人 對於勤苦的生活 沒有不歡喜的 現在這個世間人 他的價值觀念完全相反了 我們生活過的貧賤 沒有人瞧得起我們 從前人喜歡讀書 提供書本 如獲自保 現在送他們書本 他們不要了 也不想看 今天我們是 希求世界和平 社會安定 如果世界不能和平 社會不能安定 誰有心思來學到呢 這個目標 決定要用 聖賢的教育 才能做得到 聖賢教育 大家都把它忘光了 提起來都反對 認為這是古老的東西 我們是現代人 那些東西 應該拋棄 這樣的錯覺 在一切大眾心目當中生根 我們就想到 這件事有多困難 我們想要幫助眾生 一定要先從自己做起 說到做到 佛陀跟我們講不失 我們真的不失 佛陀跟我們講要持戒 我們真的守法 佛陀跟我們講要忍路 我們什麼都要忍 我們認真去做 學一條做一條 自己做到了 再跟別人說 別人才能夠相信 我們不能夠影響別人 是自己的心不夠真誠 我們做得不夠好 不為自己 為眾生 這是接引眾生的前方便 如果自己沒辦法做到 斷惡修善 佛陀雖然親自跟我們講 我們也無法體會 一定要斷惡修善 我們才能夠體會 得到佛菩薩真實的利益 是如何的自在 我們再來聽下一段的經文 神族莊嚴固 恒令身心清安快樂 阿彌陀經講 一心不亂 一心是真心 我們如何 契怒這種境界呢 靜忠法門的妙用 是一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名號 老實念 我們就能夠 契怒這樣的境界 關鍵就在 老實的念佛 我們念佛 念了很久 都沒有得到 一心不亂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不老實 怎麼 才叫做老實呢 念佛裡面有疑惑 這就是不老實 有夹雜 有間斷 更不老實 所以修這麼久 功夫無法得利 我們自心起心動念 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貪 撐吃慢 天天是非人我 前途是三途二道 我們做佛 或下地獄 全部是自己的事情 什麼人都幫不了 別人也障礙不了 佛菩薩 對我們也無能為力 佛菩薩 對眾生的慈悲 對眾生的加持 適用教學 能夠改過自心 回頭是岸 我們把妄想 分別執著都捨掉 就是捨掉六道 我們從不殺生 不拖到 不隱喻回頭 一生不打妄語 不欺騙人 不恶口 不兩舌 不起語 我們就真的回頭了 回頭是佛菩薩 不再做凡夫 從不貪 不撐 不吃回頭 世間法不能貪 出世間法也不能貪 我們念頭 我們念頭一定是清靜的 佛法就像船一樣 我們可以使用它 但是不能執著它 一執著就錯誤了 我們就被它害了 我們非常的幸運 在無量法門裡面 我們遇到淨土法門 這個法門用一句佛號 就能止住一切妄念 無論做什麼事 心裡只有阿彌陀佛 每一個念頭要抓住阿彌陀佛 只有阿彌陀佛是真實的 其他一切都是虛妄 這才叫做老實念佛 我們一心住在阿彌陀佛上面 沒有分別執著 佛號不間斷 自己應該明白 別人跟我不合 我要跟他合 我能幫他 盡量幫他 實在幫不了他 也不能受他的牽累 他拼命往山途去 算了 不要拉他 讓他去吧 這不是不慈悲 不讓他去 自己就會被拉進去 在這個時候 一定要放手 等到他什麼時候 願意回頭了 再去度他 幫助一個人 絕對不是一生一世 是生生世世 他不想回頭 諸佛菩薩都幫不上忙 這也是經典上 佛陀常說的 要先度自己 自己不能得度 想要度別人 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再來 聽下一段的經文 神族莊嚴固 恒令身心清安快樂 《華言經》告訴我們 理事無礙 事事無礙 這是事實真相 障礙發生在哪裡呢 都是發生在 妄想分別執著 只要把妄想分別執著 都放下了 就一定自在 古大德教導我們 與人無爭 與事無求 西洋人的想法 人活在世間 就要爭 要去求 這種想法實在講 是誤導終生 造成這個世間 無量的災難 天災人禍 就是因為 人要爭 要求 感應來的苦暴 怎麼爭 怎麼求 也得不到 為什麼得不到呢 我們 命裡頭沒有 佛家講 我們如理如法的求 一定能夠得到 我們看到擁有 億萬財產的人 他的財富 從哪裡來的 過去生中 他財布施得多 歡喜布施 這一生發財 不用操心 進步就是快樂 退步就是起煩惱 真正精進 是心地 清靜 平等 慈悲 我們在這個地方 去求進步 有功德 哪有沒有福德的道理呢 在《華言經》 我們看到 善才童子 那是初學 一門深入 一門深入 到什麼時候 才可以參學 广學多文呢 到戒定 慧三學 完成了 明白地教導我們 沒有破一品無名的程度 沒有資格 資料去廣學多文 我們一開頭學佛 修行 就要廣學多文 這是顛倒了 所以用盡心思 到後來 一事無成 凡夫修行 最大的障礙 是我職 法職 兩種執著 我職造成 煩惱障 法職造成 所知障 頭一個要把我 這個執著 舍掉 我們才能夠 找到真正的我 如果我們執著 這個身體 是我 那個真的我 我們永遠 找不到 這個身體 是假的 不是真的 刹那生命 舍掉假的 真的就會現前 我們希望 生活很快樂 佛法修學 最初 正德的境界 就是身心安樂 永遠離開 煩惱 凡夫身體 粗重 是什麼原因呢 煩惱太多 习氣太重 得不到 清安 在念佛 聳經的時候 偶爾會有 短暫的感覺 身心得到 清涼 跟自在 有人在 念佛的時候 告訴老和尚說 感覺他的身體 沒有了 非常的舒服 這是 清安的境界 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現象 這個時候 我們沒有 妄念 就是說 離開 妄想 分別 执著了 可是 刹那之間 他的 妄想 分別 执著 又起來 這樣的境界 就沒有了 覺悟的人 幫助我們 迷惑顛倒的人 祈求 覺悟 才能夠真正 解決問題 我們真正 精靜 早一天 能夠得到 自在 我們 要是 懈怠 我們就 晚一天 得到自在 我們要是 不精靜 就會 堕落 我們 再來聽 下一段的 经文 念佛 祖師大德 跟我們講 境中 有三個條件 叫做 三之兩 往生及的世界 一定要具備 這三個條件 這三個條件 不具足 雖然一天 念十萬聲 佛號 念的佛號 只是跟西方淨土 結個善緣 這一聲 不能往生 三個條件 第一个 是信 第二个 是怨 第三個 是行 就是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老實 念佛 古人講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佛陀常講 上上根人 煩惱清 智慧掌 他對佛陀所說的法 深信不疑 这是上上根人 下下根人 他雖然沒有智慧 可是他過去身中 有深厚的善根 福德因緣 我們講他老實 他能相信老實有德行 有智慧 相信老實不會欺騙眾生 這種人容易成就 我們今天講信佛 在家佛教的佛教徒 都信佛 大多數是屬於迷信 什麼叫做迷信呢 佛教是什麼 我們都沒有弄清楚 他看到佛像 他會拜 他也很虔誠 把佛菩薩當鬼神看待 他為什麼來拜佛呢 他來祈求福報 希望鬼神幫助他 佛陀跟鬼神分不清楚 這就是屬於迷信 我們看到一些現象 他學的很多 學的很亂 可見得他沒有根 有根一定是一門深入 常識熏修 這叫做有根 我們來聽一個故事 題目是定業難轉 個人恩怨可以用清靜 平等慈悲來化解 這是功德 可是一切眾生的 共業天災人禍 不但我們無法化解 那修行人也無法化解 佛陀為我們示現 定業不能轉的例子 當年琉璃王消滅世家族 佛陀也不能救 穆健聯尊者以神通 將一部分世家族的人 裝進碗裡面 帶到天上去 仔細一看 碗裡面全部化成血水 然後把這個事情報告佛陀 佛陀說 定業不能轉 所謂在數難逃 那怎麼救呢 要靠自己 別人幫不上忙 佛菩薩 目見聯尊者的神通 都幫不上忙 一定要從 佛陀的教誨 菩薩 菩薩 佛菩薩 目見聯尊者的神通 都幫不上忙 一定要聽從佛陀的教誨 才能轉變業力 所以佛能夠幫助眾生的 是用教學 我們明白了自己去做 做到了就能夠轉業力 我們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 天災人禍從哪裡來的 眾生造作惡業 惡業感召的 我用什麼辦法呢 我教導眾生 斷惡修善 業就能轉過來 許多眾生 聽了佛陀的話 依然 不能斷惡修善 為什麼 自私自利太重 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 連累一群人受果報 自己還要墮地獄 所以真正覺悟的人 決定不肯連累任何一個人 我們自己受苦難 何必還要害別人一起受苦難呢 何必牽連別人 能夠有這樣的心 一切的苦難就遠離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修學到這裡 感謝各位法師 各位同修大德 阿彌陀佛 認識中華護生協會 兵持佛陀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以及眾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業於2002年成立了中華護生協會 以倡導救護一切眾生 尤其時代環境變遷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導的保護生態環境 以及物種生存條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護命的宗旨下 護生協會這幾年都採用筹建護生園區的方式來拯救生命 以安養護命的方式來推廣來救護生命 目前護生園區於宇蘭共有四處園區 新北有一處園區 於雲嘉南地區有十處 高平地區六處 金門設有一處 護生協會在眾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廣的會務有 一、不定期舉辦各類護生救生活動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愛護生命 二、任养清寒學童的活動 籌集清寒子弟助學專款項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業、耶護經費 在國外僧众尋找、護取功德主等行動 三、國內外疾難救助以及陰生未生胎兒的免費超度登記 四、協助佛教慈悲至夜基金會 2021年截下的防疫共僧包、發放等 只要是護持眾生、利益眾生的善行 都是護生協會所努力的方向 地藏菩薩殊聖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成一億倍 慈悲至夜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傳授八觀齋界即大悲燦法會 恭請廣護法師主法 日期7月19日星期二 時間8點半開始 地點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樂段20號 電話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醫共睦福恩 疫情期間參與共修 請務必遵守防疫規定 新逢教肖報恩月 慈悲至夜花蓮中心起見地藏法會 每日恭送地藏菩薩本願經 恭請常駐法師主法領眾 日期7月29日至8月12日 時間每日下午1點30分開始 地點花蓮中心 花蓮市建國路160號 電話03-831-1673 03-831-1673 敬請與慧菩薩全程配合防疫保護措施 4-830秒 幾次門口 2-830分 開闊 3-67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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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